这个是我在义员店里头买来的一个 就是淘米洗菜用的那种漏水的那种扁 然后我在上面附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底部我用刀给它划了几个口子 目的是要让它能够漏水 现在我要把军包给它切成几块 摆到这个扁里面去 然后周围填上那个皮特帽去 当然我是因为家里面没有那个营养土 我也不高兴去专门买一包了 那如果说是你家里面没有皮特帽子的 你就需要到那个园艺店里面去 直接买一包新的园艺土来 为什么不建议用地里面的或者是现成的土呢 因为那种土啊 它恐怕里面有虫卵啊 或者是比较的不干净 新的这个营养土呢比较干净 这样用来培养这个蘑菇会更好 把这个军包切开摆到这个篓子里面 但是注意啊 切开并不代表你得把它剁碎哈 你看我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大块 然后因为它是圆的 我如果另外再来这么一大块 肯定摆不下 所以我是就着它这个扁的这个形状来把它切开的 尽量保持比较大块的这种形状啊 然后我现在呢 这一袋啊 是我用的家里边多余的皮特帽子 朋友们你们如果要用的话呢 你最好去买那种营养土 要新买的营养土 为什么呢 它干净 不要用那种旧的土 因为它会有病菌啊 或者里面也会有一些虫什么的 那培养这个 培养这个蘑菇呢 我们要用比较干净的这种机制啊 因为这个皮特帽子呢 因为它也是一个疏松保湿的这么一个功能嘛 所以和营养土差不多 正好我家里面有多余的 我就用皮特帽子了 所以用这个皮特帽子或者是营养土啊 把它覆盖上 它的面要给它 面要给它 就是全部的覆盖上 也不要覆盖的就是太厚 不要覆盖的太厚啊 它的面呢 都给它覆盖上 但是也不要太厚 太厚呢 这就是粗菇啊 比较难 上面比较薄薄的一层 都盖上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就要给它浇水 你看这个 这一块就 就这一块上面的土层就太薄了 所以我还得把它得往下摁一摁 再加一些啊 所以这个厚度大家看到了吧 薄薄的一层 现在我要给它拿去浇水 浇透水 吸饱水以后把它挪至阴凉通风的地方等待它出库 我是把它摆到我的地下室里 八九天以后我惊喜的发现这里长出了这个蘑菇包 看见没有 一个一个小小的蘑菇孕育在其中 在这之前呢 我就是坚持每天下来给它喷湿 保持它的湿润 你看 现在这个小蘑菇包长出来以后啊 后面的蘑菇要长的话 肯定就很快了 一周以后 你们看这个蘑菇长得有多大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啊 就是用附土的这个方法来种植蘑菇 这是蘑菇的第二次的这个收成 那种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一些 谈不上经验 就是说有一些这个 要点啊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眼尖的朋友呢 可能看到了哈 虽然这个蘑菇很大 对吧 能吃了 但是朋友看到没有 它这个边缘啊 有点发焦了 我想和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边缘发焦了 那同样呢 这个也可以 大家也为一个教训 那你们在蘑菇它长大了以后 快要收获的时候呢 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大家看啊 我这个蘑菇呢 是种在这个 漏斗式的这个盘子里的 然后这是塑料袋 里边呢 这个是皮特帽斯 对吧 然后之前它小的时候呢 我一直都是啊 这个塑料袋是这样 浓起来的 然后就给里边喷水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蘑菇啊 长得都好得很 边缘没有发生这个 发焦的这个状况哈 因为昨天我一看 呀 这蘑菇长这么大了 可以吃了 然后呢 但是我发觉 就是用这个塑料袋 给它拢着的话呢 是感觉它的空间 是不是太小了哈 那当时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把它给这样 把这个塑料袋呢 就不拢着了 就把塑料袋给它掰下去 让这个蘑菇啊 都暴露在空气当中 结果反而呢 就造成了它边缘呢 发枯 所以说 这个这是一个教训 就是说我们这个 整个蘑菇的生长过程当中啊 都应该把这个塑料袋 给它拢着 这样呢 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影响吃 这个 蘑菇长得还是非常的成功的 非常的漂亮的 我现在就要把它给采收下来 明天呢 休息在家 正好可以用它来做菜吃